尤其是 Sequel Lite 部分 今天最后因为我们手势的时间不多 所以我们要重点火力集中 就是 Jungle 里面 怎么去存取资料库 当然我这边主要是以 Sequel Lite 为主 当然你也可以改成其他的资料库 买 Sequel 要差一行而已 然后改一下就 OK 了 首先的话第一个 我们会把它放在我们云丹百般里面的 三支三的单元 打开之后的话 请各位直接就往下看 因为前面这些都是 Sequel Lite 我想之前做过了 应该比较简单一点点 可能会比较有点难度 就是我要怎么样去存取资料库部分 所以大概我们先切到大概第八页 里面有49页 大概第八页的部分 我先试试一下 以前的Python的时候我们做的事情 比如说在Python里面 我要写一些东西进去的话 第一个一定要 import Sequel Lite 第二个是建一个Database 并且去Connect它 如果它存在 那就直接连 如果不存在就帮我建一个新的 并且建一个Cursor Cursor主要是连资料表 然后去Create一个Table 如果它不存在叫Score 我有一个A有个B 这两个栏位 A栏跟B栏 A栏是姓名 B栏是乘积 如果我要insert into的话 我就insert into这个Score Value就是这一个跟这一个 然后把它exque 并且Commit 这样的话资料就进去了 所以执行它 姓名叫什么 假设我姓名AAA 它一个是BBB好了 然后几分89分 Enter 这样就又一笔了 我刚有AAA的 再来就CCC 然后它几分 它97分 Enter 我加了三个之后 如果我要把它查出来的话 我就再建一个另外一个module 叫将结果查出来的一个module 里面其实也是一样 上面部分都一样 一样是input 一样是connect 一样是建一个cursor 不一样的地方是 我们下的C口语法 是把它在score里面的所有的 这个资料全部查出来 那查出来的话 我们一样用exque 那最后的话 把什么 把标题print出来 并且把里面的cursor 特别注意 因为是select 所以它会先把结果丢到cursor里面 那cursor的话 再把它逐一个逐一个 for rule 这个 rule in this cursor 把它一个cursor 有点像一个表 那表一列一列的帮我抓出来 所以就是抓第一列 第一列里面有两个东西 成绩跟姓名 所以怎么样呢 先帮我把成绩抓出来 姓名抓出来 换下一个 所以这个结构感觉跟什么呢 网页那个table还蛮像 所以待会我们要改写 怎么样呢 把它输出不要是在这个cursor 而是在哪里 在表单里面 输出输出的话是输出到网页里面 其实也是可以用类似的方法 所以我把它执行一下 你可以看到这边刚刚的成绩又出来了 可是问题我如果今天希望把这一个 跟这一个改写到网页变jumbo的版本的话 该怎么做 OK 所以请各位先把它复习一下 我是把刚刚的这两段 有没有第一段在这里 这个大概是在三之三里面的第八页 有没有 这一段其实我就直接把它复制贴了 或者你们也可以直接复制贴 没关系 把它查询的话就这一个 你可以见我是见ABC三个三个成绩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再把它改写成jumbo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所以未来其实 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说 可以很快的 几乎尽量不要费太多力气 就可以把一个技术自动跨到另外一个技术 这样是最好的 所以像我以前学 什么PHP好的 然后跨到JSP 反正我觉得是比较两者之间有什么差别 如果可以一样的部分我就留下来用就好 然后再把两个比较这样 如果将来要互通的话 之前写过东西 其实也可以马上改一下 把它做成范本 以后要参考一下比较快一点 一样嘛 如果你们以前学过JSP或SERV类的话 那其实也是一样可以用类似的方法把它改到jumbo 那这个jumbo它好处我讲过了 因为现在物联网很多装置其实里面都会有内建Python 或者像现在很流行树梅派 它本身也已经内建的Python 如果以后你要在上面做一些存取的动作的话 基本上我想用Jungle 应该是会是相对 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之后火红的程度应该是可以预期的 因为这东西你看这么轻巧 跑起来没什么负担 城市执行起来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所以我敢预测这个技术在你们毕业之后 应该没有多久会火红一段时间 所以你把这东西学好 并且留下一些你们的作品 以后毕业之后了 假设以后去面试的时候你可以demo一下 其实也许你就进那家公司了 OK 虽然大公司也会要你 所以如果你要薪水高一点的话 请你把你的专案做好一点 真的你不是只是成绩而已 真的对你们未来 我想会有很好的帮助 因为我之前有学生也是这样 他就是因为学了某东西 到某一家公司上班 原因就是因为他专辑做得很好 他就是demo demo好 人家觉得他做得不错 就把他录取了 OK 而且这种例子很多 不只只单一两个学生 很多学生 因为现在的企业 都会希望眼见为凭 要看的什么 不是听你讲 而是要看你到底做了什么东西 有没有真的眼睛看得到的东西 所以最好你要想想看有没有什么方法 最好他可以很简单的马上看到你做的东西 所以要不你履历表上面多几个QR Code 少一下 这都我做的 OK 或者在什么一些Play商店 或者是反正任何地方搜寻一下 都有你的足迹的话 我讲过 这样的话我想应该就对了 他也应该不会质疑你有什么能力 OK 这个策略刚好我也用过 因为我也太多东西在网路上面 也没有人会质疑我到底有没有这个能力 因为反正我做那么多了 反正我只要做过的就留下痕迹 这一点非常重要 你要让人家知道你曾经做过 OK 不然的话说真的 你做了很多努力 但是都没有留下 其实你是零的 因为你没有东西 你用嘴巴讲 谁会相信 OK 所以如果你不希望说你还要辛苦的去跟人家解释说 你有这方面能力的话 哪不如你就留下一些记录吧 我是真的留下蛮多记录的 我不管用哪一种团体 我都做了很多的事情 而且去旅行的时候我也会写一些邮寄 尽量把我的整个能够记录的都记录的详细一点 OK 当然 它不是只有城市 所有事情 人大概应该不只是 只是专注在某一个事情上面 好 试一下 那待会我们来看一下这要怎么变 是种旅行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家庭